第三十七章 此成人仪式是每个家族都极为重视的大日子,肖甲同样也不例外。 作为乌坦城三大家族之一,肖甲的成人仪式自然是引来了城中各方势力的关注,一些与之友好的势力更是直接应邀参加了成人仪式的举行。 陪着勋儿坐在大树的阉凉之下,凉风兮兮,温凉舒适。 硝烟微眯着眼睛,望着远处城中的那巨大的台子,台子由巨木所致,是此次为了举办成人仪式而特意建造的场地。 硝烟目光在空旷的台上扫了扫,旋即移到台子下方那些来自各方势力的人群中,苦奈地轻声道,"人还真多啊。 望着硝烟那有些郁闷的小脸,知晓他喜敬的勋儿,顿时有些幸猜乐祸地轻笑了起来。 小声刚刚出口,勋儿便是觉察到硝烟那恶狠狠的视线,当下赶忙闭上小嘴,目光在他身上扫了扫。 秋水毛子不易觉察地掠过一道淡金光芒,有些意外地娇娇道,"硝烟哥哥到八段都知气了?" 文言,硝烟斜瞥了他一眼,跟着梨子在一起,似乎什么东西都隐瞒不住。 心中郁闷地叹了一口气,有些无力地点了点头。 一跃不到就突破了第八段,这速度太恐怖了。 见到硝烟点头,就算是与心儿的暂定,也不由脸露惊意。 白了他一眼,硝烟瞟动的眼角突然一顿,在靠近剧木台的方向,一位身着红琴的妖娆女人正巧笑烟熙地与人交谈。 红衣裙包裹之下的丰满玲珑身子,若隐若现,极为了人。 此时,在他的身旁也经为了不少人,俨然成为了台下最热闹的圈子。 这一笑一瓶间充斥着成熟韵味的红裙女人,正是硝烟曾经见过的米测尔拍卖场的首席拍卖师,雅飞。 目光随意地在那副犹如水蛇一般的腰枝上扫了扫,硝烟心中暗暗地叹道,真是个极品。 就在硝烟的目光停留在雅飞身上时,身旁却是突然传来少女滴滴的横声。 眼睛眨了眨,硝烟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,对着小脸淡然的馨儿笑道, 啊,没想到米测尔拍卖场也有人来参加我们家族的城城仪式。 瞟了一眼,洋装若无其事的硝烟,心儿淡淡地道。 硝烟家与吴坦诚的米测尔拍卖场,关系本来就不错,她会来有什么好奇怪的。 而且这女人的交际手段可是吴坦诚,公认的强悍,一些被人家美貌趣的公子少爷在他身上可是砸了不知多少钱,可到头来确实一个炮都没见到。 硝烟哥哥若是有这念头,可得小心了,勋儿可不会借钱让你去看这事。 文言,硝烟善善善地笑了笑,哭笑道, 啊,就算我有这念头,那也得人家看得起我这小屁孩儿吧,她可大我七八岁。 有些女人不就耗着口吗? 勋儿红润的小嘴一挑,似笑非笑的道,干咳了一声,硝烟只得败退,目光再不肯移向那块圈子。 见到硝烟退缩,勋儿也放弃了讨伯,略微沉寂之后,突然惊疑道。 诶,她怎么回来了? 谁? 愣了愣,硝烟顺着虚儿的目光望去,眉头却是缓缓地皱了起来。 在两人的目光所望处,一位身着一套似乎是学院服饰的美女,正斜靠着一棵大树。 美女腰间配有一把长剑,身材略微高挑。 最引人注目的,还是那双圆润修长的长腿,这双性感的长腿,即使是那妖娆动人的雅妃也未曾具备。 萧玉! 目光盯着那高挑美女,萧妍皱眉道。 她不是去嘉南学院进修了吗? 怎么回来了? 萧妍儿可爱地怂了怂肩,突然心偏过头,细虐地道。 萧妍哥哥,你这次似乎有麻烦了。 嘴角一脸,萧妍揉了揉有些发疼的额头,低声骂道。 这叫骂的女人,烦死人了。 靠,当年不过是不小心闯进后山她洗澡的温泉,然后再无意间摸了一下她的大腿,结果竟然被这疯女人追杀了半年。 女孩子的身子哪能让人随便胖? 文言,屈儿,咧嘴娇小,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被这家伙全身摸了个遍,精致的小脸,不由翻上一层淡淡诱人的肥红。 萧妍撇了撇嘴,冷笑道,这女人还是萧妍的亲姐姐,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那混蛋对我如此敌视,也有她的原因。 远处,萧玉似是有所觉察,转过头,望着那大树下的萧妍,微微一愣,旋即眉头皱起,眉毛中掠过一抹不屑与燕额。 迟疾了一下,萧玉迈动那诱人性感的惭愧,对着萧妍这边醒来。 瞧着她的走来,萧妍眉头同样是一皱,眉宇街也是有些厌恶以不耐。 萧妍,没想到你还能有翻身的时候,真是让人惊讶。 走得近了,望着萧妍脸庞上的那股,连掩饰都懒得做得不耐,萧玉冷笑道。 关你屁事。 萧妍明显对萧玉极不感冒,平常的淡然也是完全地在此时抛弃,开口就是一句粗话。 你的嘴还是那么刁酸,看来这三年的落魄,依旧没能磨去你的锐气。 萧玉俯视着萧妍,补学得道,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。 就是这种口气。 心头极其厌恶地塌了一口气,萧妍微偏过头,细细地打了那一下一年未见的女人,然后目光缓缓地转移到那对性感圆锐的长腿,摸了摸鼻子,淡淡地道。 你的腿还是那么长,就是不知道自从当年后还有没有别的男人碰过。 文言冷笑中的萧玉顿时满脸铁青。 第三十八章 这小家伙不简单哪。 被萧妍一句话戳到这有些羞人的痛处,萧玉顿时脸蓬铁青,玉手一叹,就直接握在了腰间的长腱霸柄之上。 嘴角擒着淡淡冷笑地望着脸色铁青的萧玉,萧妍身子向后微微一仰,懒懒地道。 想动手? 动手你又能怎样? 萧玉玉手紧握着剑柄,强忍着拔剑看人的冲动,冷笑着嘲讽道。 就算你如今天父归来,又能如何? 三年之前,我萧玉能把你缅得满山窜,三年后,我同样能。 萧妍眉尖轻挑了挑,目光在萧玉那被淡子校服所掩盖的丰满胸部之上扫过。 那里会有三颗金星,这代表着萧玉如今的实力,三星斗折。 看来这一年许远的进修,这刁蛮女人也是进步了许多啊。 你狗眼往哪儿看? 瞧着萧妍的视线,萧玉本就铁青的俏脸,更是冷了几分。 你打扮成这样,难道不是给男人看的? 萧妍摸了摸鼻子,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,却总是让得萧玉暴跳如雷。 咬着一口银牙,忍无可忍的萧玉终于苍得一声,拔出腰间长剑,豁然指向萧妍。 小混蛋,信不信我把你舌头给割了? 望着面前那把寒光闪闪的银铁钢剑,萧妍眼睛眨也不眨,轻声道。 你试试。 说话的同时,萧妍又长略微曲卷,凶猛的洗礼在掌心中逐渐成形。 拥有三种玄阶斗技的她,要真是拼命起来,并不会太过惧怕三星斗者。 望着争锋相对的良人,一旁的勋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,毛子扫了一下远处,微笑着出声提醒道,萧叔叔他们来了。 听着勋儿的提醒,萧玉柳眉微皱,拼过头,果然是看见脸色有些变化的萧战正急匆匆地走过来。 哼,算你好运。 冷哼了一声,萧玉收回手中的长剑,迈动着性感圆润的长腿,转身就走。 在路过勋儿之时,脚步突然顿住,说道。 勋儿表妹,你的容貌和修炼天赋都是绝佳,可得离某些人远一些,不然以后被其沾染上什么坏习惯,后悔得来不及。 对于萧玉这提醒声,勋儿淡淡一笑,微声道。 谢谢萧玉表姐的提醒,不过勋儿觉得萧颜哥哥很好。 听着勋儿这暗含深意的话,萧玉笑脸为变,目光在淡然微笑的勋儿身上扫了扫,若有深意的道。 等你日后出了家族,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,比那家伙更杰出的男子也不知何几。 万一什么时候碰见让你更新的男子,那…… 勋儿红润的小嘴温温抿了抿,淡淡的出言,打断了萧玉的话。 萧玉表姐,你都虑了,勋儿并不会发生你所说的事。 被勋儿打断话,萧玉略为有些尴尬,在狠狠地瞥了一眼萧玉后,这才有些不悦地离去。 望着那离去的萧玉,萧玉缓缓地吐了一口气,小脸上再次回复以往的平淡,低声叹道。 唉,真是个讨厌的女人。 文言,勋儿言嘴轻声道。 其实我很好奇,她为什么总是和萧玉哥哥过不去,虽然当年你无意间闯进她洗澡的地方,可这也不会导致她一直和你作对呀。 我怎么知道? 萧玉无辜地摊了摊手,旋即将目光投向快步走过来的萧站几人。 萧儿,没事儿吧,刚才小羽那女子快步走来,望着安然无恙的萧颜,萧站松了一口气,略微皱眉询问道。 萧儿,微微皱眉的嗔眉,萧颜笑道。 没事儿,那女人突然发了这疯而已。 你尽量躲着她一点吧,这丫头也是个刁蛮脾气,如今她已经是三星斗者,万一动起手来,你可要吃大亏了。 而且她又是大长老的亲孙女,真要是打起来,连我都不好责备她。 萧站无奈地道。 萧颜摸了摸鼻子,不知可否地笑了笑。 来,营儿,和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米特尔拍卖厂的首席拍卖师,雅菲小姐,上次的那注机灵液便是从她手中拍卖所得。 萧站身子一闪,让出站在身后的那位妖娆的红裙女人,笑着介绍道。 萧颜将目光投向那举手投足间,释放出成熟韵味的美丽女人,小脸上露出符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腼腆笑容。 雅菲姐好。 诱人的眼波在萧颜身上转了转,雅菲美丽的脸颊因为她的称呼而多出了一份笑意。 红唇微起,笑盈盈的道。 听说萧颜小少爷一年内突破了四段斗志气,这事儿可在乌坦城内喘得沸沸扬扬啊,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。 萧颜挠了挠头,有些腼腆的道。 全都是父亲购买的筑机灵液的功劳。 听着萧颜变相地承认话语,饶是以雅菲的镇定,心中也不禁地轻叹了一口凉气,美眸中略过一抹惊异与凝重。 一年四段斗志气,这修炼速度可真是有些恐怖。 至于那二品的筑机灵液,则是被雅菲自动省略而去。 东西经过他的手,他自然是知道那筑机灵液的作用。 说他能够提升一些修炼速度,那倒是的确不假。 不过,若是想依靠他一年蹦四段,那绝对不可能。 见到两人已经初步认识,萧战抬头望了望天色,然后拍了拍萧颜的肩膀,温和地笑道。 好了,成人仪式快要开始了,我得要先去准备一些东西,你待会儿可不要被父亲丢人哦。 萧颜含笑点头。 跟着萧战,雅菲在转身的刹那,深深地盯了一眼,面前的少年。 几年的拍卖经历,将他的眼光养得极为毒了。 在其仔细观察之下,雅菲突然心头有些凛然的发现。 面前少年,面前少年虽然一脸腼腆,不过,那双漆黑眼瞳深处,却始终是一片古井无波,平淡如一般深不见底的幽坛。 小小年纪就能轻易控制自身情感,这小家伙有些不简单呢。 转过身,雅菲心中有些凝重的暗道。